我们说佛是接受佛陀的教育 这个要懂 与宗教不相干 释迦牟尼佛不是神也不是仙 祂是人 佛是什么意思 已经都搞清楚 印度人称佛陀 我们中国人称圣人 这个佛跟圣意思相同 中国圣的定义 圣是明了 四十真相 换一句话说 圣人就是个明白人 我们凡夫是糊涂人 圣人是个明白人 佛的意思是觉悟 觉悟不就是明白吗 所以印度称佛陀跟中国称圣人的意思是可以非常非常接近 所以他不是神也不是仙 现在后世的这些学生 对不起老师 为什么呢 把佛陀教育变成宗教 你说糟不糟糕 宗教是明信 佛门里面拜佛拜菩萨 那跟我们中国人拜祖先意思相同 圣宗追缘 是纪念的意思 跟宗教里拜神都完全不一样 我们纪念这位老师 菩萨是早年的学生 我们的学长 非常有成就的学长 像孔老夫子 七十二姓 三千弟子里的七十二个接触的人才 那是贤人 在佛华里成菩萨 不能不知道 这么好的教育 这么好的内容 没人知道 依照这个教育来学习的人 太少了 我们很信念 遇到方东伟先生 才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搞明白了 原来我们都不相信了 都以为它是宗教 搞清楚搞明白了 以后我认识到张家大使 他劝我出嫁 劝我真干 这个责任很大 这个使命也非常神圣不容 我们要把佛法平反过来 回归归 回归到教育 射加坏 是个思想家 是个哲学家 是个教育家 搞清楚 搞明白 这个教育 确实 能救学会 能救这个世界 这话不是我说的 70年代 英国 汤恩·迪波斯说的 这个话说的是真的 一点都不讲 他说 要解决 二十一世纪 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 现在非常严重 只有中国孔孟学说 与大臣佛法 这真知灼见 不容易